战后的日本曾经是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大家都能获益 可是1990年左右,日本房地产泡沫泼灭 经济现有了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形成了M型社会结构 穷盲族大量出现 穷盲族就是指虽然有工作 但生活水平却处于生活保护水平线以下的人们 这样的家庭越来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 大家好,我是小王 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2006年上映的纪录片穷盲族 有一较小山的青年是个穷盲族 他来东京有四年了,一直靠打联工卫生 工作一直很难找,他的卡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他曾经是功力高校毕业,就职于保安公司 后因为公司不景气,工资太低,他就辞职了 他几次找工作都碰了笔 之前的工作都是临时工,学不到什么技术 几年过去了,年纪已经到了34岁 工作就更难找到了 小山说,再怎么样拼命干,依旧得不到安定生活 对于将来毫无期待,也不能有什么期待 为了找到安定的工作 小山来到东京公司和工作人员沟通后 小山得到了一个大楼清早的工作 面试的日子到了,小山来到公司附近 还特意挂了胡子,面试了一个小时 公司说,让他明天开始去上班 小山很开心,终于找到满意的工作了 下午,小山打电话去公司,确认就职手续 不料被要求对住址做出说明 对方已了解这不是他的现代住址 合同当天就被取消了 小山备受打劫,待坐在那里 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他没有钱住房了 这天夜里,他收集了纸板箱 搭成了一个临时的家,露宿在了街头 像小山先生这样的30岁以上的失业者 很难再次找到工作了 第二天,小山再次来到中介 寻找愿意提供工作给他这种没有住所的公司 工作人员筛线下来 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有机会 可是公立位置都很偏远 小山已经没有前去面试的交通费了 他面露蓝色,只好礼貌的泄绝了 两个月后,小山终于找到了一个洗车的工作 工资很低,还是没有能力租房 回顾小山的这段经历 小山原本以为到了东京就容易找到好工作 但是他已经超过了30岁了 这样要找工作就极其困难 他没有钱已被不时秩序 这样下去整个人会被荒废掉 这不是小山一个人的问题 他正值青年,也非常努力 这是日本经济发展不景气导致的严重问题 片中第二位人物 是一位裁缝老爷爷名叫林木 他的店在仙北市中心区的一条街道里 这里曾经很热闹,很繁华 但是后来顾客减少 店面都相继关闭了 只有他还在坚持营业 现在生意很差 都是一些改尺寸的订单 赚不了什么钱的 而在20年前 生意非常火爆 定制西服的订单挂满了整个店铺墙壁 他手下还有两名裁缝工 可是现在,林木生活变得很困难 他日常很节省 一顿饭只花7-15元 今年4月为止的营业额还不到700元 林木对未来感到了担忧 不知道小店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更简单的是 他还有一个身怀老年治疾病的妻子 有年前因病过闯不起无法解释 所以他妻子长期住在医院 曾经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店铺40年 林木先生还对妻子承诺过 将来老了一起去游山玩水 现在一个月的住院费用约4000元 林木先生的年收入几乎都用在这些费用上了 回到家后 林木先生说 护理保险费最近涨了一倍 他已经没有钱支付了 他只好去相关部门申请减免这笔费用 后续部门将对他的申请进行审查 从事财富50年的林木先生 如果付不起医疗保险的话 最后就只能靠最低生活保障 但是,日本有这样的规定 若要接受生活救济是不能拥有银行存款的 林木存款有7万元 那是为妻子的丧葬所准备的 是绝对不能挪用的 他的老年护理保险费的减免申请 现在依然在审理之中 他能否守候老伴到最后 这一切难以预料 原来在日本经济下行的环境下 拥有50年经验的首亿人也很难生存 穷帮族大量产生的背景 使雇佣关系发展了变化 合同工临时工变多 已经占到了劳动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是近十年来 众多日本企业为了削减人事费用 减少雇佣正式职工的结果 穷帮族还会殃及到下一代 低收入家庭在儿童教育方面投入不足 孩子们可能会因此丧失很多升学和救治的机会 片中的这位大叔也是一个穷帮族 他五年前被公司解雇 现在做着三份临时工 独自照顾两个小孩 还要艰难的供他们上学 这样的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大叔说都是父母不好 孩子们没有错 穷帮族纪录片共有三集 这里大概介绍的是第一集内容 相信很多人和我有相同的感觉 在很多方面 当今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工业转型 地产泡沫 就业严峻 老龄化严重 等等问题都很相像 如今在中国 没抓住房地上红利就会变成新穷人 不过好在我们没有90年代 日本的形势那么严峻 中国毕竟很大 有很多行业能够发展 中国会不会走日本的旧路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 有什么关键的同学欢迎留言哈